然后既然说到了烟纤胺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吧 继续说和烟纤胺有关的一些产品 我手头上和烟纤胺有关的一些产品 其实在之前那一支烟纤胺的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然后最近我有开的新开的 或者说一直在使用的就是这四个产品 一个是片蛋黄的棉白精华 一个就是The Audinary的这个烟纤胺精华 还有就是片蛋黄的雪姬系列 雪姬系列它其实主打就是烟纤胺 但雪姬系列很奇怪就是 雪姬系列的美白精华是没有烟纤胺成分的 但是它的水和乳液是有烟纤胺成分的 然后这一些的话 我都是用来做一个开氧化的效果 和美白提案的效果使用的 然后他们总的来说性价比都算高的 就是并没有说像日系的一些美白的那些产品 说贵到那么贵 就是这些的话 是我还能接受的那种价格范围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就买了准备冬季使用的 冬季的话 就是我就想再变白一点 然后接着要说的就是 含有377成分的这个美白精华 陈也医生的那个377维C的美白精华 就不多说了 它已经很出名了 但是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 就是价格太高了 虽然说价格高 这也不是它的缺点 是我们的缺点 因为我们没钱嘛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18克 我当时就买了多少钱 18克当时买了300多块钱 真的就是性大比特别特别特别低的一个精华 而且我用下来的话就觉得说是 是有效果 但是用它的效果并没有 我用其他美白精华的效果那么好 就比如说我用片仔花那个 随便就可以秒杀掉它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 这个的话就是 如果说有一些人用了这个 对你来说特别特别好用的话 你可以去用它 但如果说你只是学人胆 然后你刚刚开始想尝试一些精华的话 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选择这种特别特别贵的精华 因为毕竟你们学生的话 那个生活费也不多嘛 然后你买一个精华 就占了你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那个 或者四分之一的那个生活费 真的有点太贵了 让我女玩的那个三级精美白精华 我觉得你们想试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我还没有拆 但是这个的话晚上好评如潮 而且它价格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务烧生只要158块钱 就是作为一个学人胆来讲的话 其实是可以买得起的 因为50毫升的精华 你就算每天用的话 也可以用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用精华量非常非常大的人 所以30毫升的精华 在我的手上的话 我可能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 就可以全部用完了 这个精华的话 之前我在说代表女玩的产品的时候 已经有妹子说 她有在白天用了 接着要说的就是质本的这两个精华 其实一个是眼霜 一个是开眼花的精华 这两个我也不想多说了 因为在质本那期专题里面 还有其他一些 我都有说过了 就真的很好用 而且性价比算是高了 有一些人说质本比较贵 其实我觉得质本的价格 已经算还好了 比如说人家这个眼霜 15克也就才90几块钱 15克的眼霜 其实可以用两个月 我当时是把质本这个眼霜用完去 都应用了 虽然说效果一般般 但是我也用了 大概一个半月才用完吧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 其实算是可以的 然后这本的那个开眼花精华 我就不多说了 接着要说这两个精华呢 是我只会放在网上使用的 一个是心思脆的这个乳痰精华 这个乳痰精华之前 我在其他视频里面也说过了 它是皮肤科的医生 开给那些敏感肌 都可以用的那种精华 它这个主打的就是乳痰酸 好像 然后它主要的 主要的效果就是 开眼花加轻微的去角质 就是让你的皮肤 就是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强力的去角质 然后也是可以让你的皮肤 就去掉一些那种角质的 然后它还有开眼花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而且它价格的话 稍微可能是有点高吧 200块左右 然后30毫升 这个我也快空瓶了 我会不会回购呢 可能会吧 因为我正好去香港和澳门嘛 右边那个亚洲粉酱 我也不多说了 如果我去香港 有看到的话 我一定会回购的 这两个就是我会在晚上 使用的那个开眼花精华 说的就是这个路德卿的 那个面霜嘛 它这个A唇面霜 其实主打的就是 氏环唇 还有维生素仪 这两个东西的效果 主要就是看老 看眼花 然后还有美白的成分吧 这个A唇面霜之所以出名呢 就是因为当时有几个大大叔 他用来搭配OLA那个小白瓶 然后效果特别特别好嘛 然后就突然间就很火很火了 然后我也买了 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用它的话是 就是觉得说 效果应该还不错吧 就是脸部肌肤没有出现什么 不太好的反应 然后就维持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况 它这个是只能在网上使用的 然后我用它的话 一般是一周用两次 我不会每天都用它 因为就是含有四环唇成分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那个功课嘛 他也说就是不要每天都使用 就是一般都是那种 一周用两到三次吧 因为我没有回购OLA的小白瓶嘛 所以我用这个 路德青的这A唇面霜的时候 我就搭配片仔环 或者是The Ordinary的这个 还有烟线成分的那个精华使用的 我并没有说特地去回购 那个OLA的小白瓶 因为我现在我手上精华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就想说先用完再说吧 搭配下来的话 我觉得效果也还行 就我们没有说不好或者什么的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说 路德青这个搭配OLA比较好用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自由的去选择搭配 最后要说的就是凡晒产品了 其实凡晒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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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因为我就是最近做了一些功课嘛 然后我不是还想出那个去痘的专题嘛 然后有大家都说 痘痘与日晒的那个程度是非常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一些研究表明过热的环境可诱发 和加重挫穿的发生 就是说你的体温每变化一度 皮脂分泌率可以变化10% 所以说日晒啊 就是会促进你的那个皮脂分泌 你的皮肤就很容易发生堵塞 然后造成粉刺和挫穿 然后所以说 我们就是产痘痘肌的反晒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说你不出门 或干嘛就不反晒 但是你在家里面 你就坐在客厅里面 一样有阳光镜啊 一样会有紫外线 你一样是要反晒的 除非说你把穿帘拉着都不见光 所以说日常的反晒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反晒的成分里面 大多数都会 反晒产品里面 大多数都会含有一些 看氧化的成分 就是所以说 涂反晒非常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在这个 看氧化专题里面 要说到反晒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看氧化 就是和你日常的一些护肤 还有一些产品的使用 是密不可分的 就是反晒也能起到 一些看氧化的作用 然后还能起到 一支痘痘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反晒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 头懒而不防晒 以上就是我手上的一些 看氧化美白的产品 然后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很简短的介绍 然后顺便给大家 大概的讲了一下 说看氧化到底是一个 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氧化 然后可能有一些 比较讲的不足的地方 但是请大家多多见谅 我就是只是把我自己 使用的一个感受 告诉大家 然后主要是 分享一些产品吧 就这些产品我就用过了 觉得都挺好用的 你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 经济状况和一些 比如说你比较偏向于 使用维C的 你就去买维C的 可能你觉得 燕仙胺比较适合你自己 你就买燕仙胺的 或者是你可以去买一些 A纯的或者是377的 这一些都可以 就是你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你们自己试用的那一种 开氧化还有美白的产品 你们不要跟我说 这个的话对我来说有没有效 我就想说这种 每一种护肤产品 个体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我特别有用的 对你不一定有用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做的 就是一个总结和分享 就是跟大家讲 我用过了这一些产品 然后哪一些 就是我用了比较有效果 其实我会给大家推荐的 都是我用了相对来讲 说效果是比较好的 才会给大家做推荐 就是一般我推荐的 都是我用了觉得不错的 我才会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但是具体来说 哪一种最有效果的话 还是你们自己要去多做一些功课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来 喜欢对大家有帮助 因为东西太多了 可能就是每一个产品 说的都没有那么仔细 如果每一个产品 都要说仔细的话 这个视频可能要三到四十分钟 我觉得大家也没耐心听下去 如果你们看了我这支视频 对其中某一个产品 挺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再多做一些功课 然后做仔细一点 然后再去决定说 你要不要够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来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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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